我現在是在新加坡南亞理工大學院校 在這個之前 我是在臺灣大學教過書 然後到了專研究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題目 可能對大家來說是很實用的 會有一些教大家怎麼樣 用很快的方式可以做作業 當然老師可能會想說那怎麼辦 更快就做了作業 我怎麼讓同學們又從頭的很大實的學習呢 所以會跟大家講 AI可以做到什麼 AI做不到什麼 我們今天講的幾個問題呢 今天我們在還沒開始之前 曾經跟同學們溝通過 我有請林老師幫我分享問的問題 有多少同學有回答我 請問的問題 好棒 謝謝你們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請教大家 然後大家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一個主要的概念的關鍵詞是AITC 所以什麼是AITC呢 好像大部分的同學都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來對了 我會告訴你們什麼是AITC 還有什麼是文圖學 有百分之十點多的同學說有聽說過哦 然後等一下文圖學的部分也請大家好好好的聽一聽哦 可以幫助你做作業而且得到好成績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關鍵詞叫做人類3.0 那麼人類3.0之前1.0 2.0又是什麼呢 也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現在進入了人類3.0的時代 還有AI越來越進步 我有沒有很擔心還是很關心呢 像一半一半哦 有很多同學都很關心 但又擔心會被AI取代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今天提供給大家可能可以解決 或者是可以幫助大家一起跟AI合作 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然後同學們告訴我 我認為AI會給人類帶來的好處有什麼 我把這些答案放在wordpress 就是文字裡 會看到最多的同學講的還是正面的利多 便利方便 而且呢 過去的很多需要人力的一些工作 現在可能AI可以幫助我們 這個是很好 會給我們很多的方便 可是也有一些挑戰 這個挑戰很大的部分 是我們的工作機會會變少 會被AI取代 還有有一些同學有注意到了 就是人身安全的威脅 還有隱私跟數據的安全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方面享受 AI給我們帶來的利多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 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剛剛講的這一些都是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談到的 為什麼你需要做到AIDC 然後維護學跟AIDC連在一起可以做一些什麼 在人類3.0的時代 運用AIDC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一些好處 然後有一些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我們首先來考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為什麼需要AI 你看到這個郭忠祥隊給大家 蔡老師是機械系的 我不知道你要來 不然我應該拿出來辦門動作 在一起期間我那時候在新加坡 然後政府雖然沒有封城 但他叫我們盡量不要出去 除了你為了要去採買日常的用品 甚至是可能需要看醫生 所以才可以出門 不然的話盡量不要出門 那我住在家裡面 我有整整77天真的是 除了打開我家的門 把門口那個送來的網購的東西拿進來 我都沒有出去我家 我連電梯都沒有進去 我家住在樓上都沒有進去 然後每天都在家裡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我來看看 現在科技那麼進步 我可以去學些什麼呢 我本來就對AI很感興 大概已經十多年前就對AI很好奇 可是我是中文系畢業的 然後我的復修是美術 就是藝術史的方面 所以我其實跟科學是很遙遠 然後電腦也是一支半截而已 可是那個時候我想反正沒事 我就來上一個課 然後我就去上了一個關於機器學習的 一個人工智能的課程 然後印著頭印把它上完了 然後通過考試就拿了一個這個certificate 就是一個正義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是 當時我上課的時候的教材 可能對很多人來都是嘗試 而對於一個文科生來說 我都沒有想到我們為什麼需要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需要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當時我們的老師就說 主要是我們的4D跟4A 比如說我們有4個D 這個4T的環境 比如說dirty、dual 或者difficult、dangerous 就是很骯髒的環境 那我們人不想做的話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傾斜的機器人了 或者是說很單調的 比如說機械幫我們裝配一些電子零件 那那個是很單調的工作 就交給機器去做 然後或者是很困難的 或是需要去做這是很危險的 比如說在大樓去做裝配的一些工作 這個對人來說當然是很危險 可是你可以使用機器 加上AI去幫我們做大樓外觀的這些 這個是在4個D的環境之下 我們有了AI的幫助我們做 然後他可以幫我們做什麼 一個就是協助 就是我們人做一個主導 然後他來幫助我們 或者已經全部交給他 就是自動化的生成 另外就是AI到現在已經可以自主學習了 然後有了自主學習的AI之後呢 他可以大量的生產 今天我們講的AIGC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了AI 他可以大量的很快的生產很多很多的內容 所以我們為什麼需要知道AI 你知道這個很重要 但是他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先來替一個AI的專家告訴我們 他是Anthony就是吳恩達教授 他是美國三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他是Kursera的創辦人 所以如果你有上過Kursera的課的話 他也常常會跟大家上Kursera 就是一種網路教學 然後最近他特別受到重視是因為 他的Thinkering AI 其中的一個團隊是住在台灣 所以前一陣子他也在台灣 台大這些地方給過演講 然後他也是認定AI的創辦人 有這樣的一個科技背景 他所認定的AI 就有一部分是非常符合我們現在人的思維 也就是說 剛剛我們只知道AI很十分方便 AI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困擾 或者是負面的影響 而對於AI自己的研究者來說 他講得更徹底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他說人工智能 或者台灣叫人工智慧是新電力 And of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new electricity 電力 我們今天開得很舒服的冷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Hot Point 這些全部都知道電力 電力給我們生活上不只方便 他其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很大的部分其實是思維 有多少同學 每天12點之前就會睡覺 還算是少數 對嗎 那其他的那些不睡覺的人 你們在幹嘛 在做實驗 在寫功課 在讀書 在玩也玩 請問一下喔 他部分 到了12點之後還不睡覺的程度 你們會覺得自己會正常嗎 不正常 不正常 對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你不覺得你不正常嗎 12點就在睡覺嗎 學生快早睡不著 最好到學校的時候再來睡 這就是心思 在還沒有電力普及 晚上沒有電燈 那要做什麼 不睡覺啊 所以我們日出而做 日入而喜不就是跟著太陽嗎 太陽今天很早起來 曬著我的房間亮晶晶的 我只好起來了 可是有了電之後 就像我們有了24小時的電力商店 你隨時都可以醒著 你也可以隨時都睡覺 然後不再會有人說 你這個叫做作息不正常 所謂的正常跟不正常的概念 我們現在也越來越淡薄了 甚至於12點之後才吃東西 然後已經叫消夜 現在有人說 這是我今天的第一頓叫做早餐 這個就是便利 帶給我們生活上的便利之後 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的形態 也就改變了我們的思維 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的節奏 跟自己喜歡的步調 如果特別是放假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吃 那是你可以自己區別的 可以一起想一想的 AI既然是新的便利 所以當AI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也會跟著改變 我們的習慣也會跟著改變 當你出門的時候 1.沒帶鑰匙 2.沒帶錢 3.沒帶手機 哪一個讓你最焦慮 錢 來來來來 1.沒帶鑰匙的 焦慮 我也焦慮 2.沒帶錢 3.沒帶錢 3.沒帶手機 沒帶錢的一定要交好朋友 有手機就可以交給好朋友過來幫你付了 對嗎 它其實是我們的生活的某一種改變 而我們現在我們的手機 是不像其他AI既然用的 所以這是一個科學家說的 然後現在來說 我說什麼呢 我說的另外一個不是科學根據 但是是有一個個人的深深的體驗 在今年9月的時候 我接受邀請到韓國去參加一個 2023年的書法世界雙年展 它是一個書法家的創作的展覽會 同時也有學術研討 那我就在那個會議當中 發表了AI時代的書法 我們現在不要AI時代 我們都已經不寫書法了 到AI時代不是更不需要寫書法嗎 所以這個題目從剛開始 所以很多人覺得很好奇 細節我不講了 以後這個文章發表了之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只講在那個會議的最後的 Roundtable 就是總體討論的時候 我講了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AI會被取代你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你還沒有被AI取代之前 你會被誰取代 你會被誰取代 被那些總的AI的人取代 先不要管AI限多進步 只要跟你一起競爭工作的人 他比你會用AI 甚至於你的老闆知道 用了AI就不用你了 你就被取代 這是一個概念 第二概念就是 欸這個也是對大家 真的奇怪 AI怎麼會讓我們思考 什麼是真正的人類呢 AI不是人類啊 所以它叫人工智能嘛 它是人工腦 我們是人腦智能 所以等一下今天會舉一些例子 一步一步的告訴大家 為什麼AI會讓你更像人 那對我們來說 最加入的是AI會取代我 那我們來看看 在職場上面的需求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這個是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裡面講到的 2023年在全球的職場上面需要的十大技能 那我特別把它標出來的 寫兩個最重要的技能 一個就是關於分析的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創意 那麼分析跟創意感覺上好像 一個是屬於科技 一個是屬於人文 而科技加上人文 就是現在AI的整體的發展方向 具體來說有哪一些職業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到了未來的五年 就是從現在開始到2027年 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工作 會發生變化 發生哪些變化 百分之二十三的工作 就這邊講四分之一差不多了 有六千九百萬的新的工作坊位會出現 然後八千三百萬的工作機會會消失 所以你會是那個八千三百萬的一個 還是你是六千九百萬的一個 今天你聽完之後好好想一想 你會是哪一天 大家就留意想到嗎 最需要的工作的崗位就是 人工智能啊 機器學習啊 就是貨商人員啊 然後或者是這種 剛才我們說的分析的技能啊 商業分析資訊安全 這個都是跟機械跟科技有關係的 可是你可能沒有想到 這裡講到 絕對增值長 增長啊 增長 國度最大的分析 欸 教育 有了AI不是就不用你嗎 上學了嗎 什麼都交給AI就好啊 我上網課的課就好啊 我幹嘛到學校來 有教育 還有 欸 農業 農業跟AI有關係喔 機器人可以幫我種菜 你幫我幫我種植嗎 電子商 我當然是別人有關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細節 剛剛講到了 國恩達教授 他跟很多單位都有合作 包括在台灣 他的一個合作的單位 成功大學 還有一些民間的單位 他說在這個台灣 一直很積極發展的業 所以他們的公司 叫Digrong-i-tai 跟一家這個農業器具公司合作 他利用攝影機 跟電腦的視覺技術 這就是AI 偵測小麥的高度 然後並且割下符合收成的麥子 藉此獲得更多的糧食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sensor 在照在那個田地裡面 可以幫我們 你人就不用去填 你就看著這個螢幕 大概知道了 差不多可以收割了 按照我們設計的那個包覆 這個時候賣自己成熟了 把機器放下去去收割 然後另外就是我也很好奇啊 像我們台灣既然有工作的團隊 那麼在那裡工作需要具備什麼技能 以及可以給多少薪水 這個是在領域上面查到的 他在徵求定裝令AI公司的員工 基本上如果有三年相關的工作經驗的話 一年的薪水是130萬到150萬 NTT金牌 這樣有很高嗎? 有很高嗎? 你覺得你應該自己就更高 這是他基本上開出來的一個 可能是低標的薪水盤 薪水盤還是可以去看的 然後下面他就會講到說 他們也從事關於教育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大概有概念了 在直接的產業界一定需要AI的 在科學界在社會上面都需要AI 到我們能知道AI一點點我們來講 AICC是什麼? 那這個是一個抵禁的過程 就是在還沒有我們現在人工智能生成之前 我們看到的一些內容都是專業的生產的 這個叫做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我們簡稱為PGC 然後後來有了網路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頻道做自己的節目 我們叫做自媒體的時候 是由使用者來生產內容 甚至於你發一個IG 那個就是你作為一個User 你是一個使用者 你發了一個動態 你發了一個你跟誰正在慶祝生日的照片 或者是短片 這個就是User Directed Content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都已經很熟悉了 現在我們進入到了AIGC的時代了 也就是說 AI來幫我們把一些節目做出來 我可能只要動一動手指 想不想像一下怎麼樣的Crum的這個指令 或是提示詞就可以做出來 我給大家一個現成的例子 好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PGC UGC到AIGC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 在廣州的時候 這個就是PGC 就是一個Program 我接受大陸的中央電視台 來採訪他們要我講蘇東波 所以我們會在攝影棚裡面 一個正式的體格去講一下關於蘇東波 好 我們細節我們去講 就跟大家講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寫了一本書 叫陪你去看蘇東波 想我大概有30年的時間 有機會去中國大陸去開會演講 或者是講學的時候 我可能會留下來去蘇東波去過杭州 那我就去西湖片上看一看 當時他寫的水發烈焰 行方好好 這個欲把西湖比西子 在莊龍魔走向一揚 那這樣的西湖的描寫 說我去的時候看到的風景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就寫了這本書 叫陪你去看蘇東波 有台北版然後也有北京版 那麼有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做自己的節目了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個自己的節目 介紹我的這本書 從他的家鄉四川 然後這是他鄉深的地方 然後我去過很多遍 我看到一家鄉 我在這裡看到了 他去世的地方 現在正在整修 然後這就是寫赤壁夫的 往周赤壁 他去到南京過的地區 然後就在西湖邊上騎自行車 這是最後他去到的海南道 讓阿倫去拜阿倫等我 我知道 這是此生必須完成的方式 這就是我們做的個人的節目 那接下來 我又想 我為了錄那麼一段 後來也有的影片 視頻 我要寫文案 我要寫稿子 我還要錄影片 我可不可以讓AI幫我 繼續寫一段文案 還自動生成影片呢? 這個就是AIGC AI做的影片 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 是否自賺男子疲憊 渴望尋找一片靈性的角落 今天我邀請你 與我一同開上一段特殊的旅程 走進千年前的歷史 與偉大的文學家 蘇中坡為伴 蘇中坡這個名字 在我心中 早已是 獨立冠爾 你可以聽得出來 你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不是 真正的人講的 聽得出來嗎 有人說做一個可以叫塑膠味 那種塑膠的那種味道就是 不是真正的人 但是他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仿真 仿得非常像 這個就是用AI做的 那我問他講怎麼做呢? 就叫JPT 上面紅色的是我寫的 用給你去看蘇中坡的主題 寫一個旁白 然後我告訴他大概要寫多長 然後下面這些就是綠色這些大塊 有多少同學已經用到JPT了? 哇不少耶 大家都不心機 那你們做了很多 JPT幫你做的功課是嗎? 有嗎? 這個就是他做的 然後我就把它導入一個軟體裡面 他就根據這個文案自動配品 根據文案的內容自動去找圖片 搞出了圖片之後把它串聯起來 就是大家剛剛看到的那個圖片 所以要做一個也可以說是 偷懶的Youtuber非常無謂 甚至於你可以 我都沒有跟JPT講 什麼叫陪你去看宗坡 也沒有說這是誰寫的 他很容易去揮到那個大書區 那個LM 他就可以去查 他甚至還會告訴你這是誰的書 因為大書區告訴他 所以他就可以放上一鍵深層 你要多長一些什麼樣的內容 你可以跟他溝通更多的細節 他就可以做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進電視台設理 我自己做跟AI做 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他怎麼做呢? 科學的細節我今天不太講 是跟大家講的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華仁星先生來台灣 或他在世界上面會那麼受到重視 因為他們公司就是做基本的 就是他們做那個 比如說要做運算 需要很大的 就是像超級電腦 我們說的這種智能的基礎建設 是他們做的 有了這個智能系統建設 加上了大數據之後 我們有了模式或是模板 比如說這是ChangeVT 然後我們才可以生成AI幾次東西 比如說這是Journey 就是可以做文案 可以設計圖像的一個軟體 再往上就會做更多的東西 可以做什麼呢?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進攝影頭 我自己再加入以及我讓AI做 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趨勢 就是要往AGI 通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來發展 過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這個普及之後呢 它會更往上提升 更為普遍到Super的程度 就是ASI 就是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是什麼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我們大概知道AGC了 沒有那麼複雜啦 我剛剛說你發一個IG 其實就是AIDC了 因為包括你智能修圖 包括甚至你手機內建那個濾鏡 可以幫你做美顏 這些都是AI做的 所以他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做一個指令 我們下給他的指令 比如說我現在拍了之後 我覺得我想我的皮膚更白一點 在自己 除了他自己的人工智能的美白 手動的人工智能美白 可以給他做一些多模態的生成 就是他可以讓他生成像剛剛有影像 有聲音有動畫 是不是叫多模態? 然後呢他可以生成各種文本 有text 包括影像的文字的圖案的音樂的 然後呢他是為我完成一個任務 這是AIDC 所以用在比如說醫學界好了 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有人會小心跌倒了 他覺得我的腳好像不照是哪裡的問題 很痛 然後他們去照了一個nextron 那現在在醫院 那這次醫生就會看S光 然後告訴你說 噢你這個地方可能那個 有一點點葉開來 我幫你做事 到以後呢? 如果你有這個S光片 你可以自己透過AI 你把那個圖片上傳到那個 譬如說現在光過Changebee 或你可以幫你變成的項目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根據你給我的這個圖 或去捏你的骨頭去掌握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做圖像的識別判斷 比如說得了什麼病 那麼AGI呢 他是透用了 他就照顧更廣 他做什麼呢? 整體的項目 或者協助人們來做生活上面的輔助 比如說剛剛我說那一張S光片 AI已經告訴你們 你可能是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然後到了AGI 他就會告訴你 你需要我給你下一步的輔助嗎? 然後你說你需要 他就會可能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病症 所以你可能去 比如說電力商店 或者吃品 你用個藥房 你買一個什麼指痛膏 擦一擦 或吃一個什麼指痛藥 這裡可以自己去做治療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 他就會說 這裡你可能需要去看什麼什麼科 什麼什麼科 然後你需要我幫你介紹嗎? 因為你現在不是有GPS嗎? 你就可以定位 在你方圓裡面可以很快可以到的 診所或醫院在哪裡? 你要我幫你一鍵撥號嗎? Yes 他就直接幫你撥到你的病棗 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需要叫救護車過來 連護護車就過來 這個就是AGI可以做整體的治療方式 目前我們做AIGC只是一個一個的 現在到了AGI的時候 他可以做整體了 那這個整體呢 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治療簡單的 或者是你需要醫療的協助的時候 很多訊息他就會告訴你 到後來做ASI的就是超級了 就是在AIGC跟AGI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AI就是Tool 只是一個工具 但是到了ASI的時候 超級能工智能 他不是工具而已 他已經是一個物種了 他跟我們人一樣就是一個物種了 而且呢 他可以自我進化迭代 甚至於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智能 他有他的心靈 甚至於超過人類 目前AI的智力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中學生的智力了 所以他已經透過圖定測試 可以透過美國的 我們現在台灣叫做 比如說學科測驗大學護學考試 他已經可以透過考試 可以考上一般中等以上的美國的大學了 所以他的智能現在已經到這個程度 到了以後呢 他甚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害怕 不只是他去取代你的工作 他可以決定你值不值得活下來 這一點是研究AI的人 特別是擔心AI或是統治人類 是統治整個宇宇宙星球 這感覺好像很永遠 我希望回許我們都活到他一天 那麼這個並不是只是幻想 因為從今年我如果也沒有 就稍微注意一下AI界的一些大卦 人生大卦啦 更逗趣啊 下面OPEN他可能在OPEN AI 然後做CEO 後來這個段線被踢出去 然後又回來了嗎 然後他回去到了OPEN AI之後呢 OPEN AI的HOME PAGE這個官網呢 的文字就改變了 就是直接從官網上面截圖下來的 他們的Vision 他們的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Creating safe AGI that benefits all of humanity 也就是他們已經開始致力 往通用人工智慧的方向去發展了 那麼如果真的做得到 不知道在這樣的快速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超級人工智能 會到來 今天的 我為了準備今天的 我們很早把那個林祐老師就跟我約了 要來跟大家講個案 那麼我覺得OK啊 那我本來這個我就很感興趣 然後我在新加坡的課堂上面 也跟同學們分享談過 然後同學們也做一些跟AI有關的 一些小的作品 但是今年AI界真的是 不是圖跟動機 真的是光束一般的前進了 所以我今天這個POWEN AI 你們看到的肯定是第二十幾百 不停的在更新 不可以在更新 到今天我又看到新的G-mini 就是Google公司 他們又出了新的AI G-mini可以做得更厲害 他可以讓你跟他聊天 然後你畫一個圖 我們可以問他說 你知道我要畫什麼嗎? 他就跟你說 你知道畫的就是一隻鴨子 然後你就把那個鴨子塗成藍色 然後你說你看我畫了一隻是什麼呢? 他說 你畫了新的鴨子 你去我所知 鴨子其實沒有藍色的 然後他就告訴你 一般來說鴨子的品種是 你會在試圖中拿哪些哪些品種 你需要知道多一點嗎? 你就不用 我就想給你做鴨子 我給你看 為什麼會畫一隻藍色的鴨子 你就給他看一個玩具 有小朋友玩那個 是早的時候用的那個小鴨子 你會出來 你也寫著 就出了那個聲音 你看 你怎麼會說 世界上沒有藍色的鴨子嗎? 這個就是啊 好 那個G-mini又會跟他說 喔 你說的這個 我知道了 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塑膠座 它不是一個真的 在試圖中火的一種 我先去再去做下去 很可怕 好 那我們先回到這裡 以前的人們是怎麼樣幻想超級AI 以及當時的人們怎麼想像 如果碰到這種情形的話 會怎麼解決 這個是還沒有AI之前啊 在1968年就有這麼一部科幻電影 科幻電影的中文名字叫做 《2001 太空漫遊》 有人看過前陣子那個電影的Bobby嗎 Bobby娃娃那個Bobby 有沒有 一開始的那個 鏡頭就是一群女孩子 然後把Bobby娃娃拿來玩 然後丟上天啊 那個其實就是致敬《2001 太空漫遊》 細節不講了 大家有興趣回去看 我要講的就是跟 Super AI 有關的那個部分 他就講說啊 那個一群這個太空人啊 他們要去太空去探險啊 那其中就有一個超級人風智能 他的名字叫做 荷爾瑪塔打掃我們的霍爾球籤 然後在飛行的途中啊 兩個太空人 一個叫David 一個叫Frank 他們發現欸 那個霍爾好像在偷聽我們講話 因為他們要講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要讓霍爾知道 然後他們就偷偷躲到一個空間 可是到霍爾他會讀蠢語 他會讀蠢語